哎呦,你的車怎麼那麼髒啊 你剛剛去玩水是不是 沒有,我跟你講我很討厭在下雨天騎車 因為第一個,你會把你的車弄得很髒 第二個,你身體又全濕的 然後又騎車又危險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要在下雨天騎車 建議你買一個兩段式的雨衣 再加一個防水手套 你看我這個 我特別為了今天買這個防水的鞋套 它直接把你腳綁住鞋子不會濕 還有褲子還有雨衣 那這個衣服髒得還好 可是你看我車髒成這樣子怎麼辦 所以今天我們是要來這邊洗車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辣妹來被我們洗車 那我們等一下就直接開始這個影片吧 好那我們今天要來洗車這家店呢 它叫K-Wax 那你看到這邊門口 就放了兩台DEO 這是老師非常喜愛的摩托車 然後我們現在先進去跟老闆打個招呼 請他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要用的產品吧 走 我們今天來到K-Wax這邊呢 很榮幸可以 就是有機會學到怎麼清理我們的摩托車 那由我們的老闆來介紹一下我們這邊 推給摩托車族群的產品有哪些吧 這些其實就是可以適合用在摩托車上面的一些相關的產品 那我就大致上簡單介紹一下 好 那像這罐光晶鐵劑它是 它的名字叫光晶鐵劑它最主要就是 它可以針對各種髒物都可以做清潔 然後包含居家的可能廚房啊廁所的一些髒物都可以使用 那我們針對車子的話 針對汽車可以針對內裝或是針對一些 車邊門縫的一些小細節 或是機車的一些小細節 這樣可以透過這罐光晶鐵劑去做清潔 那這就是濃縮泡沫精 就是洗車精 那洗車精的話它其實就是 任何就是像 洗車精的話它就是像泡沫一樣 它就是滋潤 讓我們在洗車過程中可以有一個滋潤 避免我們在洗車過程中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傷害 可能產生不必要的摩擦 所以洗車精它的功能就是潤滑 然後這一罐是柏油殘焦劑 柏油殘焦劑它的功能就是像我們的 漆面上有時候會卡一些蚊蟲屍體啊 或是有一些鳥大便 或是有一些阿里布達人 可能停在樹下的一些樹枝 那就是要靠柏油的藥水去去除掉的一些漲物 那還有一些我們路面上的柏油 我們路面上的柏油水會漸起來 可能會彈到漆面上 然後產生一些柏油漲物 就靠柏油的藥水去做清潔 然後最後一個是貼管罰圖劑 清潔保護劑是因為我們空氣中有一些鐵穴掌握 那它會慢慢的會吸附在我們的輪圈 或是溪滅掌握 然後就靠柏油的麻痺去做它的去除 所以這四支就基本上一般 可能洗汽車或洗機車會比較產生到的藥水 所以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功用這樣 每一個都有它針對性的特色 跟它針對性的功能 喔 OK 那我們這邊看到這些保養是 這些都是保養品 那從這邊開始這款是CC接管護劑 它就是一款比較懶人的一款維護劑 簡單說就是我們車子洗完然後擦乾 直接噴到布上 像擦護士一樣噴噴擦擦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它是一款非常輕鬆 然後非常適合很懶惰的人使用的一款產品 了解 然後再來再過來這款是 紫色這款是塑料環境 它是針對像我們摩托車最多那種塑料 有一些電裝的塑料材質 那它的功能就是可以達到防止白化 然後可以滋潤它的色澤 然後可以增加它的防水性 或是比較好的 可以提升它的壽命等等 喔 OK 再來還有一個皮革保養乳 皮革保養乳就是針對 汽車或是針對家裡的沙發 它就是達到滋潤皮革的功能 因為它是皮革油的材質 那摩托車的話 摩托車皮革也可以擦 喔對對對 那針對汽車的話 像有些汽車它是環保那種 那它很怕說 像是塑料環境 它畢竟是油性的 可能會提早擾化 所以說可以擦皮革保養乳 會避免這個問題 因為保養乳它是中性的 它是水性 然後是中性的特色 我覺得我可以帶一罐回美國 它很多地方都可以擦 然後最旁邊這一罐是 輪胎度膜高 它是針對輪胎 輪胎壁 洗完車都希望它輪胎壁的量度是比較好的 所以說輪胎度膜高 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方澤效果 然後可以防止我的輪胎 可能均裂的一些問題 這樣洗完就會比較亮亮黑黑亮亮 對對對 然後可以比較實久 相較於一般輪胎也會比較實久 喔真的 對 然後左邊這些就是搭配 可能布啊 海綿啊 布跟海綿洗車的時候使用 好 我前面有看到一個 這是什麼 喔這是 這是我們最近 新推出的第九年書 它是一款 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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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劑 那它主要就可以提升我們的引擎的馬力 可以提升 可以減能減碳 然後達到更好的 有力的輸出 所以它這個可以加在油箱裡 也可以加在機油裡面 它可以加在汽油 可以加在機油 可以加在柴油 可以加在柴油 等於是說它各種都可以加 好 哇 但它又像一般 可能像 加油站賣的那一種 油精又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比重比水還要重 所以它可以真正的 深入到 我們的引擎的深層 去達到去除氣炭 減碳減碳的功能 因為我看到它這邊有些 提升動力還有減震安靜 對 這些都可以 就是如果加在機油裡面 跟汽油裡面 會有一樣的效果 加在汽油裡面 跟加在機油裡面 其實有一點點不一樣的效果 加在汽油裡面的話 它比較能達到的效果 是它可以省油 那你加在機油裡面的話 就可以達到減能減碳這個功能 因為它 機油才會進入到它的引擎系統裡面 OK 那汽油的話 可能就是到它的燃油系統 所以兩個有不同的功用 對 那基本我們這個第九元素 它是 如果是機油的話 換四油加多少罐 如果是機油的話 一般 假設以四缸車來說 汽車的四缸車就是加一罐 那如果六缸車的話 就是加兩罐 六缸車到八缸車 那如果是加在油箱裡面 加油箱的話 四十公升加一罐 四十公升一罐 四十公升一罐 唉唷 那基本上就是 一個大油才一罐 一罐 差不多一般的汽車 大概就是四十到六十公升 大概就加一罐 除非油箱大到八十公升 就加一罐 這麼酷 今天真的是來 完全就是 怎麼講 體驗新的東西 因為我平常洗車 我沒有看過那麼多的產品 然後我在看KVX 他們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他們的老闆 就是這位Kevin Kevin老闆 他在上面有教學 就是三分鐘的洗車影片 對 都非常非常的實用 他們的YouTube連結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裡面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老闆 今天我們是推出 像是機車族群的洗車產品 這些瓶裝有 就是這個Size嗎 還是它會有小一點 未來我們會推出 大概500ml左右的尺寸 就是可以保摩托市場 因為希望我們可以推出 比較小的貌術原因 就是因為可以對 機車市場比較友善 因為有些客人他就擔心說 這個很大關 他怕用不完 所以我們會推出500ml 然後未來會推出 機車裝備的組合 去給這個機車市場 不錯不錯 但是其實他的產品內容都一樣 就是他在包裝 OK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要帶一組走的話 我們那個套裝裡面會包含 這四罐 還有這些清潔的用的布 對 今天這整組都這樣帶走 喔 所以這整組可以帶回去慢慢的 好好的測試 好好的玩 就回去DIY自己試試看 那我們今天 等一下會開始做洗車的動作 老闆一定會看到我的車 有有有有 超級無敵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拍一個 before and after 就是洗車前跟洗車後的效果 然後我們邊洗的話 會有這邊的工作人員 小胖 來教我怎麼洗車 那我本身對洗車說真的 就是普通的 怎麼講不專業洗車 就可能噴個東西擦一擦而已 可是我昨天看了影片 我發現 大錯特錯 完全不能那樣子用 所以今天來這邊 算是學習一些比較新的東西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影片以後 認識怎麼真正的專業的洗車 好 那現在我們到下午的行程呢 我們等一下就要開始做洗車的動作 然後由老闆還有他們的師傅 教我怎麼就是專業的洗車 還有一些技巧 那你看到現在我的摩托車在這邊 用我們的前輪架起來 其實這樣看上去是非常的好看 然後他們這邊也有專業的攝影團隊 等一下會做就是拍攝 那我們這邊如果想看更多專業的影片的話 歡迎到我們KWax他們的YouTube去看 那我現在帶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的摩托車到底有多髒吧 我今天過來的時候 其實它下雨下的很嚴重 雨非常大 所以上面很多很多泥沙 全部都黏在上面了 那你往我的右邊排氣管這邊看 更扯 你看 這全部都髒得要命 我靠 然後前幾天姚大海跟我講說 欸 亞當你真的該洗車了 哈雷 那麼髒 哪叫哈雷 哈雷要乾乾淨淨的 才叫做真式的美式機車 你看再往後面看 你看這裡 我明明有擋泥板 結果後面還這麼髒 還好我沒有聽那個搖大的 還沒有先去洗車 因為我這個車呢 這樣過來做清潔比較好 拍出就是 前後的差異 然後更扯的是你看 不知道哪一隻鳥 都拉在這邊 今天我們就把它全部洗掉 那我們等一下施工的時候 然後就從KWX那邊 請他們來專業教我們一下怎麼施工 怎麼洗車吧 走 拍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我們現在車洗完了 我們現在來到KWX這邊 非常漂亮的一個地方 他這也是專門鍍膜的一個工作室 那你過來看一下 我這上面 這個這個刮傷非常的多 應該是我那個包包的包包 後座是硬殼的 所以一直卡到這邊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透過鍍膜 還有那個KWX上的維護 幫我把這個處理掉 然後你看這上面非常多的太陽的細紋 你用燈槍照一下 那他的細紋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我們就會在這邊做個小保養 小維護 把它全部弄掉 那說真的上次我來了 我就真的非常喜歡這一間 好漂亮 那你車本來就是多漂亮 讚讚讚讚讚 我們現在要下小位 還有他什麼都不知道 嘿 我唱歌了 哎唷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哦耶 嘿嘿嘿 嘿嘿 Alright 現在我們來看 這個5050的效果 我再幫你吃掉 好 哇塞 他左半邊完全不見了 欸 等一下我要拿光照一下 是不是比較明顯一點 有沒有看到他這邊 很明顯的一條界線 然後 他旁邊的那個太陽紋全部都不見了 哦好厲害哦 你這麼嚴重的 這算嚴重嗎 我這個刮的 算滿嚴重 因為他摩擦 摩擦滿深的 哇 真的耶 哇 這好厲害 好厲害 啊這樣 這樣子弄下來 現在是要把全部這樣拋光 然後連這裡 對 我們會把這台車所有的烤漆面 都把它拋光處理完 然後再上一程度保護起來 哇 謝謝老闆 謝謝我們小胖 剛剛現在的車子呢 在裡面鍍膜 然後已經完成了 然後他現在還沒有看到他的車子 我們現在要錄他的反應 我們剛才 老闆他有幫我鍍膜 鍍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多左右 然後我剛才到現在都還沒看過我的哈雷 現在他在我的右邊 我想說 先不要看 然後進去給大家一個驚喜 因為我從來沒有給我哈雷度過 磨 或是我任何的車 我這樣 喔 嘿嘿 好亮喔老闆 可以乾掉 哇靠 哇 欸你拍一看 欸跟新的一樣耶 喔 喔 欸好扯喔 我從來沒有看過我的摩托車那麼乾淨過 不是 重點是這個 而且後面這個被包包刮的也弄掉了 哇 我要請兩個特別來賓進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 欸我其實有點後悔 我沒有看過我 我沒有看到他用之前的照片 因為 因為聽說 你 搞這個之前很慘 很慘 超慘 你今天不是來洗車 你是來買新車 對 你是來買新車 喔好帥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小胖 謝謝謝謝 這回到新車的感覺 這叫鬼虎神功登峰造型 如果有時候其實要 可能要脫手自己愛車 然後來搞一個這種 其實賣相真的 被吃了 原本50直接賣150 對啊 你這人太慘了 因為50萬賣到80萬了 哇好厲害喔 可是我可以請問你們到底試了什麼魔法嗎 主要就是透過拋光 把氣面上一些可能氧化 或是受傷的一些細紋先解決掉之後 然後再換一台拋光機 把他的亮度提升 提升完之後再上鍍膜 主要就是靠拋光一層一層的拋 然後再加上鍍膜藥水 讓他形成一個保護 然後剛剛也有用 董膜藥外線烤燈烘烤它 紅外線 什麼烘烤 上面這個 紅膜藥外線 就是加熱 然後讓他可以硬化 哇這麼酷 可以示範一次嗎 對啊 真的假的 他會變很熱嗎 會一下下還好 好 會給你3分 喔 後面那邊想像那邊也有 喔這邊也有 旁邊兩邊都有 我們現在是牛排 哇 這冬天真的很溫暖 欸真的耶 好溫暖喔 所以他就是鍍完磨刀在那邊烤一下 董膜藥外線去加熱它 因為董膜藥外線它是從最深層加熱出來 所以它可以真正乾燥 不會只有表面乾燥而已 你知道這個畫面看出去超奇怪的 欸好溫暖喔 那他這個烤大概烤了多久 我們烤了30分鐘 因為 磨車比較小 所以我們把時間拉長 讓他的溫度可以加的比較快一點 比較多一些 好 欸我現在真的感覺到 很熱喔 有點熱熱的 流汗了 流汗了 哇 好好好 再下去可能就 熟了 熟了 好 那影片最後呢 我真的是被KOX他們嚇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乾淨 我從來沒有看過我的摩托車這麼乾淨過 害我都想把我躲在那裡經典運回來 給你們處理 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就麻煩 不要光說不練 不要光說不練 有種運回來是88萬 有種運回來 88萬 哇 我們這個小溫哥 所以說再次溫哥 對啊 可是今天真的是非常開心 可以學到那麼多專業的 清理技巧 洗車的技巧 還有一些保養 如果你們有需要購買任何的產品 KOX他們的官網連結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那如果你們有任何的問題 也可以來我們KOX這邊在新裝 可以當場做詢問 我們的小胖 師傅跟老闆 Kevin 都會很樂意的為大家服務 那今天真的很謝謝你們 哇 太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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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後面我自己 又帶一組的清潔包回家 那我們後面呢 也會每個月定期的做保養 讓這個鍍膜 繼續的漂亮下去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所有的產品 就是清潔產品 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那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拜託去看一下 好 那我們這也是亞當 謝謝我們的KVX 謝謝謝謝謝謝 再次見囉 掰掰 欸搖打搖打 我跟你講 你不是說我的哈雷要乾淨才帥 我今天跑去 跑去鍍膜了 哇靠 欸真的很亮 欸怎麼有指紋 我手剛才不小心摸到 跟那個新車等級差不多 很亮吼 而且我跟你講 今天幫我鍍膜這個師傅呢 叫小胖 他是你的忠實粉絲 他說如果你也需要的話 可以過去找他 好好好 不過就是帥 很屌吼